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 就是很多朋友他一上大学 他会比较急切地来展现自己的个性 尤其是男生感受会特别明显 男生宿舍里你住着住着 会有一些不属于这个房间里的东西 会突然冒出来 男生宿舍一定会有一对哑铃 一定会有一对 像长在那儿的一样 就是有一个大哥上这个大学 立志要成为这个学院的施瓦辛格 买了一对放在房间里 藏了以后没人动他 根本没人动他 岁月都在哑铃的边上 留下了两圈暗黄色的印记 没人动他 阿姨来查罚间 你们房间是不是有两朵蘑菇 没人动他 给我的生活造成很多的困扰 我经常扮演起来上厕所踢到 你们有扮演起来上厕所踢到过什么东西吗 男生表拉疼痛跟女生又不太一样 我们是全身的骨骼和肌肉拧在一起 发出了一声闷响 你知道吗 我也是那天才发现 原来踢亚铃和练亚铃发出的声音 其实差不太多 你知道吧 还是朋友偷偷养一些小宠物什么的 小猫小狗什么的 我还可以理解 有些朋友养仓鼠 仓鼠 我个人观点 我觉得仓鼠算不上是一种宠物 你很难对仓鼠表达自己的宠爱 狗你可以遛它 猫你可以撸它 仓鼠你能干嘛 你只能给它买更大的轮子 仓鼠跑得更累了 你们去看那只仓鼠 仓鼠每天都是 我还天天我造孽呢 你们去看仓鼠的表情 仓鼠的表情 是这个世界上对生活最不满的表情 每只仓鼠都是 我很好奇 我去问那个养仓鼠的朋友 我说 你是怎么跟你的仓鼠互动和交流呢 你怎么对它表达你的宠爱呢 他给我演示了一下 他把他的仓鼠拖在一只手的手掌心 那么仓鼠作为一种小动物 它本能地就会想要逃跑 它的另外一只手 就非常完美地出现在它的逃跑路线上 它不还是轮子吗 这个什么区别 它倒是开心得像西游记里的如来一样 还有一些科技宅男 给自己房间布置的 哦 你们有没有见过 像那个火箭发射中心的 那个调度中心一样 32寸 OLED显示大屏 VR眼镜 按一下会亮好久的那种RGB键盘 随着游戏音量波动的灯带 霓虹砖 罗永浩可以直接在这里开发布会 这些设备 何同学可以更一年的视频 晃剑哥 我们这样的人 我们就直接在那当club了 这么强的配置 我要是虚拟货币 我都得绕着走 这显卡还不半个小时就挖完 就这么强的配置 还是抢不到选修课 我不明白为什么大学每年收这么多的钱 不稍微花一点点来维护一下自己的教务系统 门户网站 我们学校那个教务网 四年我就登进去过四次 每年交学费的时候 交学费的时候 它倒是特别灵敏啊 我就没见过那么全的付款方式 微信 Visa Mastercard PayPal ApplePay ApplePay 库克都可以往我们学校交学费 交完以后 直接断网 你都不知道自己是在教务网上交学费 还是点了一个什么诈骗链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